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女人的容貌暴露了婚姻的真相 一个女人的容貌就是她的婚姻状态 我们办公室的王姐特别爱在朋友圈秀恩爱 经常晒出老公给她的礼物 小到玫瑰花 衣服 大到钻戒 名牌包包 无一不再告诉大家 她是一个被抚养的女人 王姐每天都会画着精致的妆容来上班 然而还是掩盖不住她的黑眼圈和眼带 眼神里的疲惫 一张毫无生机的脸出卖了她 一次我和她加班到深夜 没有赶上地铁 王姐拿手机给她老公打电话 打了三个才气通 还没等王姐开口 电话里就传来了男人的吼叫声 你打什么电话 烦不烦 王姐尴尬地笑 没地铁了 你可以来接我吗 不可以 电话被无形地挂掉 再打就是拒接 我老公他在谈生意 王姐尴尬地和我解释道 我礼貌地附和着 没事 咱们打车 后来我发现王姐越来越憔悴 站在同龄人的旁边 她总是显得特别苍老 直到有人在寿楼处 看见她老公 搂着年轻的女孩子买房子 我们才得知 王姐的婚姻 其实并不幸福 从那以后 王姐经常请假 上班的时候 也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又有人发现 她陪年轻的女孩 去医院流产 被医生误以为是母女 其实是原配 陪小三去打胎 王姐把自己包装成 幸福的女人 最后 她却被容貌狠狠地打脸 一个女人的婚姻好不好 看她的脸就知道了 那是她婚姻的真相 三毛和何希 在撒哈拉沙漠的时候 照片里的她 红光满面 春风得意 一看她的脸 就知道她过得很幸福 后来何希意外地 溺水身亡后 照片里的三毛 掩饰不住地落寞深情 她的文字里 再也没有了甜甜的味道 只有惆怅和感伤 再后来 她自杀了 看完三毛的前世今生 我唏嘘不已 女人的容颜 就是一面镜子 照出了婚姻的真相 也照出了男人的真实面目 我公司还有一个丽姐 她从来不化妆 气色却出奇地好 她的容貌 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天生丽质 她老公经常会来接她下班 有时候带儿子过来 有的时候自己来 偶尔她老公 还会给我们带她 亲手做的蛋挞 会到真的不逊色 专业的蛋糕店 丽姐看过我写的 无限婚姻题材的文章 她偷偷地告诉我 结婚三年 依然过得很幸福 基本上一星期一次 每次过各种节日 纪念日什么的 她对她最好的表白方式 就是做饭 为了她 从未下过厨房的她 学会了做香菜 炒菜时 常常把自己呛得流眼泪 看着丽姐爱吃 她下一次还做香菜 当然 丽姐也有和老公吵架的时候 每当她浮肿着脸 时不时发呆 我们就知道 她一定和老公吵架了 后来正是 她真的和老公吵架 朋友圈晒出一支 打碎的杯子 写道 我就是玻璃心 不喜欢男人出去喝酒 可是一两天之后 丽姐又喜笑颜开 原来是她老公 做了一道浮跳墙 治愈了她的玻璃心 丽姐说 女人的美丽 是男人给的 以前我不信 现在 我信了 女人的容貌 就像是天气预报 吵架的时候 她的脸乌云密布 冷战时 她脸色苍白 老公有外遇时 她掩饰不住的怨妇模样 被爱情滋润的女人 脸色红人光泽 是任何护肤品 都做不到的 男人 就是女人的玻尿酸 爽肤水 一点点的滋润 女人的容貌 看一个女人结婚以后 过得好不好 看她的容貌 就知道 好的婚姻 堪比整容 而坏的婚姻 就像经历一场 虎灾现场 再美的女人 都变得越来越丑陋 著名的主持人 董卿 结婚之前的素颜照 不是痘痘 就是显老 被很多人诟病 如今她已经低调 结婚生子 43岁的她 容貌 却越来越显年轻 皮肤 垂淡可破 董卿 从未公开谈过 她的婚姻生活 但是她的容貌 无一不再告诉大家 她的婚姻很幸福 她一次次地上热搜 她的素养和内涵 外表甜美端庄 一度成为 内外兼修的 最美主持人 每个女人 在结婚的那天 都是盛世美严 为什么 三五年过去之后 有些女人 越来越漂亮 有些女人 却越来越丑 如果一个女人 结婚以后 越来越丑 不要问她怎么了 她可能是 嫁了一个直男哀 或者妈宝男 渣男之类的老公 她又操不完的心 逛不完的菜场 做不完的家务 炒不完的家 这样的女人 每天生活 里都是苟延残喘的 又何来心思 打扮自己呢 如果一个女人 婚后越来越漂亮 她一定 嫁了一个好老公 把她当作 公主一样宠爱 陪她一起 面对生活的柴米油盐 让她感受到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她看起来 比十几年纪年轻 无论穿什么衣服 都好看 她的貌美如花 并非是一天两天 修炼成的 而是丈夫 长期呵护的结果 那些结婚后 又美又有情怀的女人 背后都站着一个 情山高 懂得体谅女人的男人 那些结婚后 又丑又胖的女人 背后的男人 不是情商低 就是爱埋怨 不懂得体谅女人 女人如花 你尽心呵护她 她会开得越来越漂亮 你不关心她 长期忽略她 她会慢慢地 衰败下去 直到彻底凋零 女人的容貌 暴露了婚姻的真相 每个女人 都不是一夜之间 变成大妈 或者动靈女神的 除了时间的恩赐 离不开男人的呵护 是啊 从一个人的脸上 就可以看出 她的生活是如何的 因为表情里 藏着太多的小心思 就像我们学心理学的话 也经常会通过 她面部的一些特征 来判断 她心里在想什么 或者说 她平时过着 怎样的生活 好了 感谢你的收听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小耳朵们 想要听到更多 善力电台的公众平台 搜索 和善力 善良的善 尼姑的你 善良的尼姑 就是我了 你记住了吗 也就是搜索我的名字 就可以找到我了 每晚都会给你讲一个 温暖的故事 伴你入眠 好了 小耳朵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晚安 想梦见你 在风中 晴天阳光 突然好温柔 天的温柔 地的温柔 向你抱着我 然后发现你的改变 孤单的今后 如果能 该怎么 度过 天边疯狂 身边的我 都不在你眼中 你的眼中 藏着什么 我从来都不懂 没有关系 你的世界 就让你拥有 不打扰 不打扰 是我的温柔 不知道 不明了 不想要 为什么 我的心 明明是想靠近 却孤单的黎明 不知道 不明了 不想要 为什么 我的心 那爱情的气力 总是在孤单里 在把我的最好的爱 给你 不知不觉 不情 不愿 又到向 自控 我没有哭 也没有笑 因为 这是梦 没有预兆 没有理由 你真的 有说过 如果 永远就让你自由 我给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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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自由 我给你自由 我给你自由 这是我的温柔 换给你的自由 这是我的温柔 换给你的自由 不知道 不明了 不想要 为什么 我的心 明明是想靠近 却孤单的黎明 不知道 不明了 不想要 为什么 我的心 那爱 那爱 是梦 没有 没有预兆 没有理由 没有预兆 你真的 有说过 如果 有 就让你 没有预兴 没有预兴 我 没有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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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预兴 你一定会 不能预兴 好好 要预兴